高剑离和荆轲什么关系? 高剑离和荆轲是知己好友,两人经常在闹事中喝酒唱歌, 而高剑离则积住活跃气氛,在荆轲奉太子丹之命前去刺杀秦王时, 高剑离身穿白衣为其送行。 在荆轲刺秦失败后,高剑离因为擅长积住得到秦始皇的赏识, 邀他入宫积住,刚到大殿,高剑离就被人认出是荆轲的挚友, 但秦始皇赏识他的才华,只是弄瞎了他的眼睛,让他继续积住。 有一次,高剑离在进宫积住时,将灌了迁的柱向秦王砸去, 没有击中,被秦始皇所杀。 高剑离与荆轲虽然最后都没能善终, 但他们之间的友情却被传为一段佳话。